主料,山药200克,辅量,油,盐,醋,香油,开水,花角,茴香,葱,鹿子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先准备好一根山药,用水把山药通洗干净,用刮皮刀把山药皮刮掉,然后清洗干净,用刀把洗干净的山药去头去尾,用刀山药切成大小差不多的快, 把切好的山药盛入碗中用水再冲洗一下,炒勺中加入适量的油加热,把事先切好的葱花倒入炒勺中,待葱花烹好后将切好的山药倒入炒勺中,在炒勺中加入适量的酱油还有盐,取适量的卤子肉倒入锅中,用勺子翻炒几下,待山药炒得入味的时候,炒勺中加入适量的开水,取适量的花椒回香找到炒勺中, 在准备好的碗里加入适量的醋和香油,等山药炒熟了即可出锅成碗中食用,烹勺技巧,感冒的时候不宜吃山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